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个分只是职业选手所有的训练衡量和选择你能否打或能否成为选手的一个窗门专 不是说我分很高 我一看我好友列表 我是我朋友圈 我是我好友里面的第一名 所以说我是不是就可以打职业了 职业选手是什么 中国大概有几亿的网荣耀用户 中国KPL职业战队17个战队 17个战队每个队撑死了给你算10个选手 170个选手 就是什么是职业选手 你能不能从几个亿的玩家里面成为这不到200个人的这个人 在我看来的话就是 你花多少时间在这个游戏上面 你达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排名 因为现在游戏都会有数据 比如说我上第一了 那可能我打了200把 然后我的胜率是75% 然后数据很好 那在这个游戏上面我肯定是天赋过人的 那可能有些人说我花的时间比较长 我最终也达到了这个标准 这个游戏不就讲究一个竞技水平吗 那我最终你别管我花的时间比你长多少 我还是达到了这个竞技水平 是不是说明那我也是具备职业选手的素质呢 分数不代表竞技水平 花长时间真的是不具备职业素质的 因为其实就不管我们是玩什么游戏 它都会经常变版本的 就是从这方面来想的话 那变版本就说明你花了这么长时间 比如说我花200小时 我熟悉了这个版本 对吧 我达得很好 你花了2000小时 你才熟悉这个版本 那你其实从游戏方面而言 你已经被淘汰了 并且现在的电竞筛选机制就是 你要先被我看到 然后我要再进去看到你具体的数据 再进行量化的分析 然后你才有可能和俱乐部的轻讯 或者俱乐部的所谓的替补 再去碰撞 再通言而出 你才有可能来到俱乐部内部 来到线下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不仅仅是看待你游戏内部的东西 我看见到你人了 你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性格是什么 言谈举止是什么 然后我和你在游戏中的互动 队友和你的互动 我给你的教学 你给我的反馈 是否有 对吧 这些东西都要去看 还OK 再匹配到职业的队伍里面 你才有可能变成一个所谓的职业选手 这个路子太长了 那有些人你可能就停在那个线上 你这辈子都找不到俱乐部线下来 其实拿我来说的话 其实当时阿布找我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就是排名高高 然后我和他们的队员交过手了 他们队员觉得这个职业选手很强 然后就把我找到他们队伍去 但是你要知道 他当时是国服第一名 他还要被我们所谓的筛选 我们都知道明凯之前001 刚才阿布也说过 但现在的情况好像你看 好像经过几年身份好像又转变了 现在是在替补队大 他也当过当过 去年当过教练员 然后今年他依然是要重新想去当这个选手 按理说曾经已经具备那种巅峰的水平 那怎么现在反而就不在一队了 还在一队的 还在一队的 他也在努力的 但是以替补身份 只是说可能上场的概率 现在或者上场的这种会低一些 那我能这么理解 是你变弱了 还是整体水平都变强了 我觉得是整体水平都变强了 和一些因素有关系 就比如说年龄 比如说我年龄导致我的经历下降了 我和那些18岁的选手可能训练量上面比不了 然后可能年龄也会导致我的接受能力变差了 就是所谓的学习能力变差了 我看你们刚才其实有提到 比如说18岁可能到23岁算是一个黄金年龄 接下来之后 如果这样说的话 明凯其实现在应该算高领了 如果在电影中职业选手 是算高领了 作为一个比他更高的女生 我出来说两句吧 我觉得遇到最难事件就是 当你拿完冠军之后 你还要保持冠军 这个时候是最难的 比你拿冠军还要难 就是拿冠军就是你很年轻 你什么都不怕 你打得好 有冲戒就可以了 但当你是冠军之后 你知道吗 背后看着你的人 被针对了 不光是对手针对你 就是粉丝所给你带来的压力 那个感觉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 我觉得 你需要去克服 这种爱和支持 有的时候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 我觉得每个人 就是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 特别特别多的荣誉 在职业化 在电竞方面 总会有一些 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们稍微来轻松一下 进入一个小互动环节 叫我有你没有 你说一个 其他两位没有过的经历 先从此盖上 我先来 年龙大就是有好处 对吧 如果从01年开始算 其实 我从事电竞 真的是20年了 今年刚好2021年 在01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打过一个比赛 那个时候 叫做GOC全国大赛 很难的 一直想作为一个省级的代表 打全国大赛是很难的 然后当时打进去之后 拿了个全国第三名 然后结果回去之后 等别人发奖金 结果不到一星期 别人告诉我 这个公司跑路了 这个经历 我觉得 他们两个应该 在这个后面 电竞比较好的年代 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经历过吧 就打完之后 主办方跑了 那敏凯呢 盖哥这个是 就是奖机上面的打击 对 我拿的是精神上面的打击 就是 我有一个梗 就是赢过我的打野选手 他都会和我说 我是你的粉丝 我是你的粉丝 哈哈 就我以前 我是你的粉丝 就是我看你比赛学习的 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可能是我有 他们没有的事情 对 对 对 嗯 我有的话 可能就 可能比较好的一个经历吧 那可能就是 一般年养院会的一个经历 对 因为可能赶上了 这么一个好的时代 所以说 就是也非常的幸运嘛 也比较荣幸 最后能拿到那块金牌吧 当国旗升起来 国歌奏起来 那个感觉 经历的这种民族自豪感 你才能够真的 那个深刻 就不发现 你会觉得这么多年 真的是最高容易 这么多年 从事电竞行业 没有白费 是 那是 那那那感觉是真的 完全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